市長你可以問一下說 你每天拿批的公文數量來批嗎 每天怎麼樣 批的公文數量 批公文數量啊 這個公文量做得很久 那公文是每天都要批二萬 那像新北市四百萬名口 二十九個區 這個公文量確實是不少 那最簡單的 我們一個區長的請這樣的公文 都會傳送到四百次來批 那你想那公文店很多嘛 這個不用想我知道啊 所以會超過十分 超過十分 公文量很多啦 真的是很多啦 有到一個人那麼高嗎 其實每一個地方環境都不太一樣 不能相處的類似 那新的事這個事情很多 公文每一件都不太一樣 價條最簡單 那有的是要重大決策 那重大決策要思考 那也要做批示 那這個一件公文搞不好 要包半個小時一個小時的事 是不是有的要訪問 所以其實公文不能用 把你的建築來看 其實最重要的是 每一個地區的確實不太一樣 那我們好好對付最重要 市長之前說不陪蔡英文總統拜廟 他好像反應蠻大的 那他今天就說 希望國民黨不要為了選舉啊 來貶低這個文化信仰 你怎麼看 這個 我希望還是大家好好的怎麼樣想說 為我們的市民最好的建設 最好的 提供更好的生活品質 大家一起來努力啊 拜廟我也會拜廟啊 對不對 我只不過說我們好好的做事 那拜廟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事 但是最重要的 身為中央 更應當以上對象的方式 來瞭解地方 需要是什麼 這才是一個負責任的中央 所以中央地方不但要吸水活動 中央更要瞭解地方的整個地方 今天早上知道是不是壓力多有爆掉 沒有啦 其實我是 今天早上我是很開心的 來拜託我們的總統 除了到新北市來拜廟外 最重要的應該來跟我們的市民 所需要的建設都會結合在一起 所以我跟總統說 總統我來了八個月 你來一半 包括今天 那我希望 總統 都來了解新北市目前的建設的狀況 還有市民的需求 因為新北市四百萬人口 股地又是台北市的八倍 變得最大 預算又那麼高 真的非常感應 中央圓滿滿的支持 身為中央 更丁擔以上對象的方式 來了解地方需要是什麼 這才是一個負責任的中央 所以中央地方不但要吸水活動 中央更要了解地方的整個地方 就像我面對一千零三十二個里長 我跑基層的時候 我一定問里長 你中央要做什麼 我才能幫你做什麼 有時候從一個被動的角度 來關心基層的第一線的破綻的地方 所長 從被動被子動 人家的感受完全不一樣 這是一個態度的問題 因為這個是當時選舉 你對選民的承諾 更重要你面對底下的一些問題的時候 你要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而且這還可以打造一個光榮的情緒 跟一個光榮的國家 我沒有什麼 什麼樣想法 我是覺得中央一體來 所以你沒有看到 我最後都用拜託了嗎 拜託總統 給我們多多到新北市 來給我們翻新我們的建設 我一定好好的這裡做報告 我知道市長很常調做事情 也提出來了 我們新北市後續的交通建設的需求 剛才我們的領域部長 也一一向市長報告 我們對所有建設的想法 跟附序的做法 所以我們確實也在投資 而且很努力的在投資 他是覺得有一些事情 可能需要再進一步溝通 我也跟他講 如果真的有這個必要的話 我們再找個時間來溝通一下 基本上也是像我講的 他所在意的這些交通建設 其實我們專案政府 都有在替他籌劃或者是在評估